探电网红为流量围堵合肥合饭节 和农民工抢饭拍完就扔浪费食物 摊位前挤满直播人员被迫歇业 随着自媒体行业不断兴起 网红就如同雨后春笋越来越多 一堆人举着手机拿有流量往哪跑 令许多本不想卷入互联网的普通人深受欺扰 安徽工地旁卖食源合饭的合饭节 在被拍火前虽然辛苦但日子过得很平静 顾客群体大都是附近农民工或者跑车司机 囊中羞涩的他们只需要花十块钱 就能吃到三十种荤素搭配的干净饭菜 只要不浪费吃多少都行 偶尔遇到淘丹的合饭节也装看不见 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 合饭摊无疑是工人们最后的保护之地 但被探电博主拍红后的合饭节 生活突然被网红们搅得一团脏 无数探电博主为了流量驱车前来 花十块钱打一堆饭菜摆拍的视频 装模作样吃两口就走了 还有些附近的小主播 抢着在摊位前举着手机直播 把真正想用餐的顾客堵在外面 农民工们哀声怨到感慨 自从网红来了大家连饭都吃不上 饭桌上随处可见的剩饭 也令合饭节很心疼 毕竟从前工人们连粒米都舍不得浪费 然而更令人窒息的是还在后面 她是全网唯一被网红逼到失业的摊主 走红前干八年从不休息都没出事 走红后八天不到就被网红拍失业 现在不仅合饭节一家断了经济来源 附近工人也只能花钱去吃高价科技产品 面对评论区网友关心 合饭节则是一脸无奈地表示 自己压根就没想过会活 因为人数太多 她和老公已经连续四天晚上只睡一个小时 身体实在是扛不住了 所以打算休业停顿半个月 希望大家别再往这边跑了 比起其他爆火后恨不得立刻开播的素人 合饭节在流量巅峰选择了淡出大众视线 毕竟她只是一个卖了八年合饭的普通人 从前明明只要做足工人们吃的量 收摊后就能带着空盘子回家 但现在即使晚上不睡觉炒菜 也赶不上网红们浪费的速度 合饭节能放走淘单顾客 并且坚持八年不成价 说明她从未想过靠劳动以外的任何途径赚钱 但正是这份善良和朴实 令她沦落成了网红们的流量木马 一堆人钱赚够了留下满桌残羹剩饭总 最后买单的还是合饭节和吃不上饭的工人 不得不说网络是把双刃剪 用好了就是帮扶弱势群体 用不好就是打搅普通人生